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鸽子却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材 它象征了和平 友好 因此我们觉得表现它 了解它非常重要 首先拿起一支勾线笔 把笔中的水挤掉 蘸一点浓墨 大家跟我看 对于鸽子的结构头部 我们已经讲了 首先我们可以画它的眼睛 画出来 眼睛周边 眼睛周边 它有一圈很重的眼瞼 然后在它的鼻孔的位置 和鼻孔旁边有两个 我们刚才说了 鼻肉流 把它画出来 鸽子分两类 一类是野鸽子 一类是家鸽子 这个家鸽子的嘴略微短一些 短一点 野鸽子的嘴略微长一些 然后我们把头部勾出来 鸽子的头部偏圆 好 这是一种透视 把它画好了 我们不动 然后我们继续看 我们画这个鸽子的时候 它也有耳语 我们需要把它勾一勾 同时把面部的线条 完善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看 我们如果用一条单线 来确定它的动态 它是这样 拿起中号笔 调点白 然后调点焦茶 适当地调点玫瑰红 看这个色 这个色调点墨 应该就是冷灰了 再调点墨试试 就是冷灰 再调点墨看看 没有错 把这冷灰调好了 开始画这个鸽子 它的头部是白的 我们现在注意它的背部 背部不是白的 灰的 然后大家想象得出来 它的背部可以到这 衔接过来 然后我们看它的鱼翅 鱼翅 我们可以适当地在灰颜色里边 出现点小的春擦 让它变点质感 就显得好看 然后我们再看 它的鱼翅后面有重墨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这笔放一边 拿起另外一支小号笔 调点重墨 直接就调重墨 画它的第一排鱼翅 这排鱼翅是什么 是小鱼翅 看 这鸽子造型开始出来了 可能奔这边来的 然后空开一点 勾一勾线 然后画大鱼翅 大鱼翅 好 大鱼翅 大鱼翅是上边长下边短 画出来了 还真有国画的味道 因为国画的味道就是有线 有墨块 有色块 然后它的尾巴又是勾的 把这笔又放一边 又拿起那支笔来 把它的尾巴勾 注意鸽子的尾部 自然向下垂 这个特点也对 鸽子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腿短 这时候我就拿起来小笔 蘸点橙黄颜色 然后笔尖 蘸点胶茶 一条 就这个色 这样画 一笔 两笔 桌叶 三笔 桌叶 四笔 画的略微宽一点 画好 这几笔画完了以后 另外一支 我们就漏下来 一笔 不动了 好 接着看 现在我们就用刚才那支勾线的小笔 蘸一点浓墨 把这个腿部的结构造型画出来 你都是淡墨和淡色 这个腿我们需要让它 美一点 就是加点装饰 画出来 前面加点重颜色的 结构 好看 好看 这时候都不用画 你就知道这应该有一条线 这条线正好是淡墨或者是浓墨的 这条线就是这样下来的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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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线是这样过来的 既然这条线是这样过来的 它的背部 我们就开始处理了 蘸点浓墨 把背部加厚 背部加厚 尾部我们可以人为的创造一点黑 都不要紧 这只鸽子画好了 好 这时候我们再看前边有没有需要加工的 比如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适当地加点重颜 头部的下方 我们可以稍微地加一点 上面的眉骨这个位置加一点 然后 我们把这个鸽子的基本形态画好 拿起那只黄颜色的笔 把它的嘴染一下 染一下 再调一点点灰色 把它这个小的鼻肉瘤染一下 这个白色的鸽子就有形了 然后就是我们有白还没用呢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勾了 也可以 但是大家一定要拿点淡墨 调一点淡墨 加一点点白淡灰色 您把这个鸽子的形状给它稍微画出点明暗来 这点总是可以的 你看它就好看 然后您在这个脖子的下方 简单地画几笔 我们所说的羽毛的装饰 出现点这样的斑点的效果 画面就齐了 这只鸽子就可以不大动了 这是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恐怕 大家跟我画到现在 表达了什么 表达了笔墨组合的语言 黑白灰 我觉得这是一种做法 很美 再画一只 就不能画这样同样的画法了 还有一种鸽子叫圆鸽 它是灰色的 下面我就调点花青 大家看看 这花青色和白色一加不就是灰吗 灰绿啊 然后我再加进点胶茶 大家看看 不就是那种灰色吗 有点接近 这灰色 我们就拿这个做一个基本色 咱们试试 再画这只 我就画一个背部的 背部这只呢 我先画它的背部 注意 先画它的背部 这背部画成淡的 然后吸点水 调点黄 画它下边的语 飞语 然后留点白 不能一点白不留 画它的飞语 继续画 我们把这个通过留白 把这个鸽子的动态表达好 表达好 飞语画完了 然后就是换一只小笔 蘸点笼 画它的语翅 这个语翅也是 先是小笔 小笔表现这个羽毛的厚度 大笔表现羽毛的这种力度 所以现在我们首先需要表现厚度 由此我们这个小笔很重要 把它画到这 画到这以后 羽毛出来了 然后尾巴肯定是重的 我们把它交在两笔 画在这 好 画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看 大笔处的前胸 我们先画不画 我调一下淡墨 大家看看 淡颜色 这个前胸 我们是一笔画还是两笔画 我们看一看 一笔 两笔 三笔 注意 画到这 吸一吸 鸽子的头部 我们画不了那么亮晶晶 所以水墨画的怎么办 我们就要画成重墨的 拿另外一支 中号笔 调点黑 调点黑 看这黑黑不黑 相当黑才行的 然后我们画它的头部 注意 吸点水 别让它阴漏 画它的颈部 注意 吸点水 别让它阴冷 连到它的背部 吸点水 别让它阴冷 好 连过来 把水 挤一挤 好 然后我们 我们用单线 勾勒一下它的胸部 好 这只鸽子的笔墨 交代到这个状态 有些鸽子在灰颜色基础上还带斑点 它的名称叫鱼点 比如说我们也画上 然后这个羽毛按照这个做法 把这鱼翅勾一下 勾一下它的鱼翅 好 画好 画好 然后我们看头部 头部当然就是 要用那只小笔 蘸浓墨 我们勾一勾 首先一下 首先我们看它这个头部的结构 对不对 头部的造型 对吗 头部有两个 我们看得到的 鼻肉流 还看得见吗 如果看见了 这个嘴在哪 嘴在这 好 如果嘴在这的话 它的眼睛在哪 眼睛在这 好 如果眼睛在这 它的头部必然在这 好 一只鸽子造型出来了 这只鸽子是从背后往前看的 那么鸽子的特点 它的前胸比较古 由此我们这个前胸还可以自然的再吃一点磨 让它鼓一点 这写一会儿就是 你可以反复的去做它 然后拿起那只黄笔 画它的两只腿和脚 看出 也是跟刚才那一样 要注意点上 画一笔 再画一笔 再画一笔 注意 再画一笔 好 画好 这边露一点颜色就够了 然后拿一只小笔 勾线 也是画这种装饰 把它画好 画好这种装饰 两只鸽子画好 然后小笔把嘴这儿再染一染 因为它刚画的怕它没干 怕它没干 吸一下 别让它阴掉 两只鸽子画好了 两只鸽子可做法不一样 一个是磨骨多 一个是勾线多 然后飞的鸽子 注意 飞的鸽子重点在翅膀上 那么飞的鸽子翅膀 我们画的时候 和头部之间的关系 要出现一个很大的 一个散开的状态 下面我画一个 还是拿那只小笔 勾个线 大家看一看 我在这画 左上方 我们还是先画一个眼睛 然后我们画它的鼻肉流 两个 造型有点跟这个 等于重复一下 有点像 画一个短的嘴 短的嘴 注意 然后画它的耳语 注意 画它嘴下面 你看这就很精神 这个嘴 然后我们就用这只笔 先倒点浓墨 倒点浓墨 我们就用这只笔 把它的头部画了 就画一个黑头 你看 正好是圆的 因为它有那个 很宽的一个眼瞼 所以我们留出点 风儿别动 留出来 不画 然后点到这以后 大家注意 下面是张的 点点颜色 来 头部画出来了 好 然后就看它的前胸 前胸就要换笔了 换那只中号笔 我们也画成黑的 大家看 前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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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画成黑的 画到这 好 吸点水 这时候我就要说 这只鸽子如果飞着 飞着注意 它这个鸽子之所以能够 翱翔在天空 而且飞很长时间 我说过数千公里 那么这时候 它的翅膀起个很大作用 它的翅膀很大 因此我们就要把翅膀的位置定下来 这边的翅膀的位置 我们也要定下来 要定下来 定下来以后 我们就借此机会 把它的鱼翅的位置 找清楚 在哪 把它定住 定住位置 在下面画 好 这时候你看 它的背部的颜色就可以出来了 如果您画的是灰鸽子 好 那咱们就拿起那只笔 还画灰色 我们就画成灰色 不就完了吗 背部就出来了 吸一吸 如果您画的不是灰鸽子 我们就画别的色 如果说是灰鸽子 我们这色就这么定过来 都不用画很多 然后到尾部 到尾部 到尾部 然后这只鸽子的尾巴 注意 鸽子的尾巴 因为它在飞行当中 起一个平衡和 上下高低的这种变化作用 和速度的变化作用 它尾巴有时候容易散开 我们抓住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把尾巴画散 这样鸽子就像了 然后我们还拿起那只笔来 调点重墨 画它身上的斑点 包括尾巴上也有斑点 这尾巴一散开 你就看出来了 没散的时候你看不到 然后这时候就发现 这鸽子画出的效果不错 然后我们拿点线 再一勾这个绑子 用线勾绑子 为什么 你画出这个 它锋利 你看 好看 有寸擦 这绑子有质感 不那么死板 这个也是用点线一勾 你看 就好看 就比那个单纯的那种 绑子的笔墨舒服 然后调一点淡颜色 把内侧的胸部画了 下边的胸部拿笔一勾 你看 一勾 这鸽子就画好了 脑门的背部也拿淡墨一轰 你看 马上就感觉质感很强 除了颜碱以外 其他就是画点蓝 一阴 齐了 一个鸽子造型 非常好看 出来了 最后调一点点墨 把它背部的厚度强调一下 因为这鸽子背部要有个厚度 好看 它鼓啊 好了 飞的鸽子画好了 叉的就是什么 嘴的颜色 没染呢 多调一点 让它浓一点 然后飞起了以后 这鸽子的两个爪 快落地的时候 它就是在这 漏一点 然后我们还是拿那只小笔 不管多小 我们也要它 不要忽略东西 包括上面那些 纸痕 包括那些 指甲的那些变化 我们都把它做到 然后最后调点灰色 暖灰色 我们把它的鼻肉瘤染上颜色 好 鸽子画好了 只剩下眼睛没画 三只鸽子 两只在近处落着的 一只将要飞过来的 这时候怎么办 赶紧调点红 先从这只白鸽子说起 把眼睛染上 留一个高光 这只眼睛我们就 画不画都可以 点一点红 这只眼睛重点要画 好 三只鸽子画好了 我们画三只鸽子的目的可不同 这只鸽子老师就让你用线来组合笔墨 黑白灰 这只鸽子老师让你用颜色跟墨的破墨关系组成效果 这只纯粹就是画它的结构 勾线的浓墨的 非白的 留其他感觉的 那现在需要调整的就是这块白 因为翅膀这块白有了 肚子这块白我们不需要那么重 那我把它虚一下 此时此刻虚一下 也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就占点暖灰色 把它堵上 一堵 画面就行了 马上就透视就出来了 画好了 这时候就加点景吧 加什么景呢 这俩鸽子站在哪 站在一块石头上 拿起一只大笔 这时候用上这大笔了 就调点淡墨 什么也不要 因为有颜色 我们就画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就是这么勾过来的 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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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就是一块石头 画点森叉 带过来 然后吸点水 把这块石头完成 石头不就是画质感吗 是吧 森叉一块石头的质感 这个站的位置 一定要保留出转折 说你站的这个位置 没有这么一块转折 不行 它站不住 是吧 所以有一块淡墨 这样就好了 大家看到这块石头就有了 把这块石头画得再具体化 那就说 旁边要画点东西 画点什么呢 鸽子飞得高 我们干脆也画两只松树针 能显得高远 那么这时候老师就拿起小笔 调点画面当中的灰绿色 调点黄色 是吧 好 就用这事 我们勾点松针 首先在这边勾 我们在这次讲座当中 没有提怎么画松树 那么现在借此机会 您把松针怎么画 您也就学到了 您看 我这笔就没断过 您看 完全是一种单线的勾和造型 松针 您也就学会了 是吧 勾 一直到把笔中的色彩都勾没了 您才能移动这个笔 收笔 你看 这笔都不离开纸 你看 你看又回来了 然后再沾点颜色 把这边勾两笔 正好这空着呢 这样的练您行笔 你看 这个笔 都不离开纸 当然这些松针画出来 它就不会质 不会板 它肯定是有变化 然后吸一下水再画 带画就是点点了 适当地在里边点点绿 让这个松针能够长上 是吧 适当地在里边点点绿 或者点点绿 带点墨都不要紧 你看 它就形成了这种 这种变化 这种味道 这种枢密组合关系 然后我们把它拉出了几条长线 表示画面当中的层次 跟转折 你看 拉出几条长线 它就好看 从这个胸部这过来 很自然 画面就有意思了 这个石头也就算交代清楚了 这石头凭什么凭空来一块石头 当然就是 它有要求的 有一颗松树针在后面 使画面出现层次感 然后您再沾点墨 您再把这块石头 再简单的点点胎 这个石头它就不板不置了 点完胎以后 这个石头马上就错落了 是吧 有的时候还愿意在这画点草 那您随便 我觉得这时候不需要就不要 画面简单的有点内容 不要把这松树画出来 你把松树画出来就玄冰夺主了 现在只是有点松针来呼应这几只鸽子 和这块石头似的 是吧 然后来确定一下 这块石头的墨色 还有没有变化 比如这块石头墨色 不需要那么 那么淡 需要黑一点 那我就加点重 来点春擦 是吧 比如说需要这样 我就来点春擦 让它感觉有块墨色变化 不让它都是线的 它就更好 这时候的画面 反复就充实了 然后层次感就多了 充实了 好 这就是老师在为大家通过画鸽子 来谈笔墨和造型的问题 现在画面画好了 需要题字 这张画的题字 我们首先看下面怎么样 下面现在笔墨还是不错的 老师只需要点点胎 就随便 这就是点点笔墨胎 就才完成任务了 那么字就要再向上面提 然后字向上面提 这样笔墨胎 点完了 不画了 好 觉得这样 行了 好 上面找字 在哪找 这块不能找 左侧这一方是空白的 因为鸟像像这本飞呢 鸽子 在右侧找 右侧 上方 可以 这脚可以动 那么就堵它 提两个字 雄姿 好 下面 把图章预备出来 我们开始盖章 好 然后找一个英文的图章 压脚 一张画又完成 大家看到什么 鸽子的一张完整作品 形成 我回忆一下我刚才讲的 画鸽子 主要是体现笔墨色的造型规律 正好鸽子 在表现当中 相对别的鸟类有一定难度 种类太多 所以通过画鸽子 通过我讲了这么多鸟的造型笔墨 以至于审美定位和技巧规律 希望大家能够 真正的对中国写艺花鸟画的笔墨概念 有一个深入的挖掘和整理 希望大家在学习写艺花鸟画之后 能够从我给您的知识当中 悟出新的道理 达到新的高度 取得更大的成绩 好 今天就讲到这一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